另外还是最初期最好 虚娃又神秘 热烈 老老老 天气威 咒语彤 新剧半熟男女 顶级修楼场来袭 园主不要太炸烈 一个人三观不正 没意思 不看全员个人三观不正 那我高地带常常咸淡 半熟男女改编字 柳翠虎小叔 这里没有善男戏女 单听名字就觉得很炸烈 那园主故事究竟讲了个啥呢 首先讲一下 纯爱战士盛看的哦 故事里没有爱情 甚至没有好人 纯恨战士的最爱 园主的人物关系真的超级乱 女主一人和四男纠缠 就是个家境普通的女海王 女主何之男 一个长相和家境都普通的女孩 有一个谈了七年的富二代男友 由于一直异地 不经常和女主在一起 何之男就有了养鱼的爱好 而男主也就是新云来饰演的瞿一鹏 本身有女朋友 也就是女二汉酥 瞿一鹏以为女主是个富二代 但其实何之男是花着男友的钱 伪装富二代 但是瞿一鹏不知道啊 凤凰男的本性就暴露了 带着目的偶遇和之男 营造一见钟情的人设 一来二去的两人就勾搭到一起了 你以为的命中注定 其实是命里有皆 女主的富二代男友高鹏 在知道女友出轨后 还是选择了原谅 就是女主的ATM机 而韩苏在知道瞿一鹏出轨后 就提了分手 韩苏是个事业脑 早就把瞿一鹏看透了 知道男人是什么秉轻 后来女主和高鹏分手后 高鹏在香港遇见了韩苏 并且喜欢上了他 他们四个人来了个幻场恋爱 每个人的对象 查冲率都是99% 而女主的闺蜜孙涵汉 也不是善茬 一直把钱放在首位 是个名校毕业的漂亮姑娘 外贸和家庭都不错 但是就是一心想找个有钱人 可惜没有机会 就在健身房办卡 偶遇有钱人 在遇到一个有钱的老男人周冰以后 尽管这个富豪有妻子 就算做一加二 也要拿下他 我CPU不够用了 这真的是可以播的吗